金瓶梅 第五十四回 英伯爵 隔花戏金串 任衣冠 垂涨整瓶儿 幽兔笑谈 制作 此曰 梅酒斗十千 更对花钱 方尊肯放手忠贤 其五愁花花不语 似解人脸 不醉莫言缓 请看之间 以飘零衣片 剪禅娟 花落名言由自好 可惜朱颜 却说 王姑子和李平儿 吴月娘 商量来日起 京头亭大 月娘便拿了些 应用物件送王姑子去 又交陈静寄来 吩咐道 明日你李家丈母 拜经保佑官哥 你早去礼拜礼拜 静寂推道 爹明日要去门外 花园吃酒 留我店里照管 这别人去吧 原来 静寂听见 英伯爵请下了西门庆 便想要成姬 和潘金莲弄松 因此推雇 月娘见说照顾生意 便不为虞她 放她出去了 便住书童礼拜 调拨已定 担待明日起京 且说 西门庆和英伯爵 常智杰谈笑多时 只见秦童来回话道 唱得叫了 吴银儿有病去步的 含金串儿答应了 明日早去 西门庆道 吴银儿记病 再去叫董焦儿吧 常智杰道 焦外饮酒 有一个尽够了 不消又去叫 说必 哥哥别去 不在话下 四日黎明 西门庆起申书喜壁 月娘安排早饭吃了 便成叫网官阴安起京 书童 待安跟随而行 王姑子出大门迎接 西门庆进安来 北面皈依参拜 但见 金仙剑画 起第一至真诚 玉记眼音 集三千之妙力 宝花座上 装成庄严世界 惠日光中 献出欢喜慈悲 香烟缭绕 直透久消 仙鹤盘旋 飞来之树 访问原油 果然稀罕 但私服果 哪稀金钱 正是 半个智诚心 何处黄天难感 愿将大佛士 宝齐 伤子捧简 王姑子宣读书头 西门庆听了 平身更衣 王姑子捧出茶来 又拿些点心饼散之物摆在桌上 西门庆不吃 担下了口清茶 便上轿回来 留书童礼拜 正是 愿心愁弊 喜匆匆 感谢灵神 保佑公 更愿皈依 连坐下 却叫官煞 永亨通 回来 红日才半干 英伯爵早同 长智节来请 西门庆笑道 哪里有请吃早饭的 我今日虽无事故 也所下午才好去 英伯爵道 原来歌不知 出城二十里 有个内向花园 极是华丽 且又幽深 两三日 也游玩不到里 因此要早去 尽这一日功夫 可不是好 长智节道 今日歌既没甚事故 应歌早邀 便所去修 西门庆道 既如此 长二歌和英二歌先行 我成教便到了 英伯爵道 专带歌来 说吧 两人出门 叫头口前去 又转到院内 立等了韩金串儿 坐轿子同去 英伯爵先一日 以着火家来园内 杀鸡宰鹅 安排筵席 又叫下两个幽童 随着去了 西门庆见三人去了多时 便成叫出门 以礼渐进 举头一看 淡剑 千树浓草不屑之花 华雾眼长春之景 五陵逃放 于人何处 石迷津 雨岭没开 此刻此钟 寻好聚 端地是天上蓬来 人间狼怨 西门庆赞叹不已道 好景致 下教部人员来 英伯爵和长志杰出来迎接 圆庭内坐的 先是韩金串儿磕了头 才是两个歌同磕头 吃了茶 伯爵就要递上酒来 西门庆道 且助 你每先陪我去瞧瞧景致来 一面立起身来 掺着韩金串手儿童走 伯爵便引着 慢慢地步出回廊 寻珠篮转过垂阳边 异曲图迷架 学过太湖时 松凤亭 来到七字亭 亭后 是绕屋梅花三十树 中间探梅阁 阁上名人体勇极多 西门庆被细看了 又过牡丹台 台上数十种奇异牡丹 又过北市竹园 园左右厅竹馆 奉来亭 匾额都是民工首计 又是金鱼池 池上乐水亭 平株兰府看金鱼 却向锦背 也似一片浮在水面 西门庆正看得有趣 伯爵催促 又登一个大楼 上写听乐楼 楼上也有名人提示对联 也是看板杀绿欠的 下了楼 往东一座大山 山中八仙洞 深幽广阔 洞中有石旗盘 地上铁笛铜销 似仙家一般 出了洞 登山顶一望 满园都是建的 西门庆走了半日 长治节道 恐怕割劳卷了 且到园亭上坐坐 再走不迟 西门庆道 十分走不过一分 却又走不得了 多亏了那些抬轿的 一日赶百来里多路 大家笑了 让到园亭里 西门庆坐了上位 长治节坐东 英伯爵坐西 韩金串儿在西门庆 侧边陪坐 大家送过酒来 西门庆道 今日多有香饶 怎地生寿 伯爵道 一杯水酒 哥说哪里话 三人吃够数杯 两个哥同上来 西门庆 看那哥同生的 粉块捏成白面 腌制点就猪唇 绿身身披几寸青丝 相复复着满身裸起 秋波一转 凭他铁石心肠 弹板轻敲 遮磨金生玉震 正是 但得倾城 与倾国 不论南方 与北方 两个歌同上来 拿着古板 合唱了一套十曲 字字锦 群方战锦先 唱得娇猴婉转 端帝是绕梁之声 西门庆 称赞不已 长治节道 怪他是男子 若是妇女 便无嫁了 西门庆道 若是妇女 咱也早叫他做了 绝不要他站着唱 伯爵道 歌本是在行人 说的话也在行 众人都笑起来 三人又吃了树杯 伯爵送上令盆 真一大中酒 要西门庆行令 西门庆道 这便不消了 伯爵定要行令 西门庆道 我要一个风花雪月 第一是我 第二是长二哥 第三是主人 第四是串姐 但说得出来 只吃这一杯 若说不出 罚一杯 还要讲十个笑话 讲得好便修 不好 从头再讲 如今先是我了 拿起令钟 一饮而尽 就到 云淡风清静五天 如今该长二哥了 长智杰接过酒来吃了 便道 拌花随柳过前川 如今该主人家了 英伯爵吃了酒 呆登登讲不出来 西门庆道 应二哥请受罚 伯爵道 且待我思量 又迟了一回 被西门庆催逼得紧 便道 泄露春光有几分 西门庆大笑道 好个说别字的 论起来 讲不出该一杯 说别字又该一杯 共两杯 伯爵笑道 我不信 有两个雪字 便受罚了两杯 众人都笑了 催他讲笑话 伯爵说道 一嗅才上京 伯传在杨子江 到晚 叫烧公 伯别畜罢 这里有贼 烧公道 怎地便见得有贼 秀才道 物内杯上 写的不是江心贼 烧公孝道 莫不是江心腹 怎便时差了 秀才道 腹便腹 有些贼行 西门庆孝道 难道秀才也识别字 常智节道 应二哥该罚十大杯 伯爵诗经道 却怎地便罚十杯 常智节道 你且自家去想 原来西门庆是山东第一个财主 却被伯爵说了贼行 可不骂他了 西门庆先没理会 倒被常智节这句话提醒了 伯爵诀言 取酒罚了两杯 便求方便 西门庆笑道 你若不该 一杯也不抢你 若该罚十 却饶你不得 伯爵满面不安 又吃了鼠杯 瞅着常智节道 多嘴 西门庆道 再说来 伯爵道 如今不敢说了 西门庆道 胡乱取笑 顾不得许多 且说来看 伯爵才安心 又说 孔夫子西寿的林 不能够见 在家里日夜啼哭 弟子恐怕哭坏了 寻个蛊牛 满身挂了铜钱哄他 那孔子一见便识破 道 这分明是有钱的牛 却怎滴坐的林 说吧 慌忙掩着口跪下道 小人该死了 时事无心 西门庆笑着道 怪狗才 还不起来 金串儿在旁笑道 应花子成年说 嘴麻烦人 今日一般也说错了 大爹 别要理他 说得伯爵急了 走起来 把金串儿头上打了一下 说道 锦自长二内天杀的勺刀 还尽得你这小淫妇儿来插嘴插舌 不想这一下打中了 把金串疼得要不得 又不敢哭 气着脸 但要使杏儿 西门庆笑骂道 你这狗才 可成个人 嘲笑了我 反又打人 该得何罪 伯爵一面笑着 搂了金串说道 我的儿 谁养得你嫩娇 轻轻荡的一荡儿就带哭 亏你挨那驴大的行货子来 金串儿揉着头 瞅了他一眼 骂道 怪花子 你见来 没得扯淡 敢是你家妈妈子 到挨驴的行货来 伯爵笑说道 我怎不见 只大爹 他是有名的攀驴 邓小贤 不少一见 你怎地赖得过 又道 哥 我还有个笑话 一发奉承了列尾爸 一个小娘 因那话宽了 有人叫道他 你把生凡一块 塞在里边 赶就紧了 那小娘真个依了他 不想那凡色的疼了 不好过 气着立在门前 一个走过的人看见了 说道 这小银富儿 到像装霸王里 这小娘正没好气 听见了 便骂道 怪求根子 俺凡快装不过 谁这里装霸王里 说必 一座大笑 连金串儿 也扑斥地笑了 少请 伯爵饮过酒 便送酒 与西门庆完令 西门庆道 该串解了 金串儿不肯 长治节道 自然还是歌 西门庆取酒饮了 道 月殿云梯拜动先 令完 西门庆便起身更衣散步 伯爵一面叫摆上天换来 转眼却不见了韩金串儿 伯爵四下看时 只见他走到山子那边 强威架耳底下 正打沙窝耳腻尿 伯爵看见了 连忙舌了一只花枝耳 轻轻走去 蹲在他后面 伸手去挑弄他的花心 韩金串儿吃了一惊 尿也不成腻完 就立起身来 连裤腰都湿了 不防肠治节 从背后又引来 猛力把伯爵一推 扑得向前倒了一跤 险些而不成见了一脸子的尿 伯爵爵起来 笑骂着赶了打 西门庆立在那边松阴下看了 笑得要不得 连韩金串儿也笑得打跌倒 饮花子可见天理尽理 于是重新入席饮酒 西门庆道 你这狗才刚才把俺们都吵了 如今也要你说个自己的本色 伯爵连说 有有有 一财主撒屁 帮贤道不臭 财主慌得道 屁不臭 不好了 快请依人帮贤道 待我闻闻滋味看 贾义儿把鼻一嗅 口一扎 道 回味略有些臭 还不妨 说得众人都笑了 常智杰道 你自得罪哥哥 怎地把我的本色也说出来 众人又笑了一场 伯爵又要常智杰 与西门庆猜莓饮酒 韩金串儿又弹唱着凤酒 众人欢笑 不在话下 且说 陈静记探听西门庆出门 便百般打扮的俊俏 一心要和潘金莲弄鬼 又不敢造次 只在雪洞里 张看 还想妇人到后院来 等了半日不见来 耐心不过 就一直静奔到金莲房里来 喜得眉 有人看见 走到房门首 呼听的金莲娇声 低唱了一句道 莫不你才得些 而便将人忘记 已知 妇人动情 便见面道 我哪敢忘记了你 抢进来 紧紧抱住道 亲亲 昨日丈母 叫我去观音安礼拜 我一心放你不下 推事顾不去 今日爹去吃酒了 我绝早就在雪洞里张望 忘得眼穿 并不见我亲亲的俊颖儿 因此 拼着死穴的进来 金莲道 沉说嘴的 你且尽声 墙有风 碧有耳 这里说话不当冷便 说未必 窗缝里隐隐望见 小玉手拿一幅白卷 渐渐走进屋里来 又呼地转去了 金莲存道 这怪小丫头 要进房却又跑转去 定是忘记渗东西 知道她要再来 荒叫陈静记 你所去修 这是不计了 静记没奈何 一溜烟出去了 果然 小玉因月娘叫金莲 描画父群托送人 没成拿的花样 因此又跑转去 这也是金莲造化 不该出丑 待得小玉拿了花样进门 静记已跑去久了 金莲接着卷儿 上午是首颤礼 话分两头 在表西门庆和英伯爵 长智杰 三人吃得鸣顶 方才起身 伯爵再次留不住 忙跪着告道 莫不搁还怪我那句话吗 可知道留不住理 西门庆笑道 怪狗才 谁记着你话来 伯爵便取个大欧儿 满满针了一欧地上来 西门庆接过吃了 长智杰又把些细果供上来 西门庆也吃了 便谢伯爵起身 与了金串儿一两银子 叫戴安 又赏了歌同三钱银子 吩咐 我有酒 也这人叫你 说必 上轿便行 两个小厮跟随 伯爵叫人家收过家伙 打发了歌同 其头口同金串儿轿子进城来 不提 西门庆到家 一时黄昏时分 就进李平儿房里歇了 此日 李平儿和西门庆说 自从养了孩子 身上只是不静 早晨看镜子 雾那脸皮通黄了 饮食也不想 走动 却似闪纳了腿的一般 躺货有些山高水低 丢了孩子 浇水看管 西门庆见他掉下泪来 便道 我去请人医官来 看你卖锡 吃些玩药 管就好了 便叫书童写个帖 去请人医官来 书童医命去了 西门庆自来厅上 只见应伯爵早来泄老 西门庆泄了相扰 两人一处坐地说话 不多时 书童通报 任医官道 西门庆慌忙出迎 和应伯爵私见 三人依次而坐 书童地上茶来吃了 任医官便动问 府上是哪一位贵呀 西门庆道 就是第六个小妾 身子有些不好 老老先生仔细一看 任医官道 莫不就是前日德哥儿的吗 西门庆道 正是 不知怎么生起病来 任医官道 且带学生进去看看 说必 西门庆陪任医官 进到李平儿屋里 就床前坐下 叫丫头把丈儿 轻轻揭开一缝 先放出李平儿的右手来 用帕儿包着 搁在书上 任医官道 且带麦西定着 定了一回 然后把三个指头 按在麦上 自家低着头 系完麦西 多时才放下 李平儿在帐缝里 慢慢地缩了进去 不一时 又把帕儿包着左手 捧将出来 搁在书上 任医官也如此看了 看完了 便向西门庆道 老夫人两手脉都看了 却斗胆要瞧瞧气色 西门道 通家朋友 但看何妨 就叫揭起丈儿 任医官一看 只见脸上桃花红颤色 眉间柳叶翠寒贫 那任医官略看了两眼 便对西门庆说 夫人尊严 学生已是忘记了 大约没有甚事 还要问个病员 才是个忘 闻 问 切 西门庆就换奶子 只见如意而打扮的 花花少少 走过来 向任医官到个万福 把李平儿那口罩唇干 睡抗不稳的病症 细细说了一遍 那任医官即便起身 打个弓而道 老先生 若是这等 学生饱得没事 大凡以下人家 他行神粗鲁 气血强旺 可以随分下药 就差了些 也不打紧的 如宅上这样打家 夫人这样柔弱的行驱 怎容得一毫而插尺 正是要插指下 盐或四肢 以此望 闻 问 切 一见而少不得的 前日 王立部的夫人 也有些病症 看来却与夫人相似 学生枕了脉 问了病原 看了气色 心下就明白得紧 到家查了谷方 参以己见 把那热者良知 虚者补知 亭亭荡荡 不消三四级药儿 灯食好了 那立部宫也赶小弟的紧 不论尺头银两 家里送来 那夫人又有梯迹谢意 立部宫又送学生一个匾儿 古月喧天 送到家下 匾上写着如一神术四个大字 近日 也有几个朋友来看 说到写的是什么掩体 一个个飞得起的 旷学生又年成读几行书 因为家是消法 就去学那奇皇之术 真正那如一两字 已发到的这里 西门庆道 既然不妨 即是好了 不瞒老先生说 家中虽有几房 只是这个房下 即与学生契合 学生若大年纪 近日得了小儿 全靠他抚养 怎生差池的 权杖老先生神术 与学生用心儿调制他诉好 学生恩有重报 纵使咱们五指笔布的内力不公 虚索也不敢怠慢 任医官道 老先生这样相处 小弟一分也不敢妄谢 就是那药本 也不敢领 西门庆听罢 孝将起来道 学生也不是吃白药的 近日 有个笑话儿讲得好 有一人说道 人家猫儿若是犯了赖的病 把乌药买来 喂他吃了就好了 旁边有一人问 若是狗儿有病 还吃什么药 那人应声道 吃白药 吃白药 可知道白药是狗吃的理 那任医官拍手大笑道 竟不知那些白方儿的是什么 又大笑一回 任医官道 老先生既然这等说 学生也只求一个匾儿罢 谢仪断然不敢 不敢 又笑了一回 起身 大家打工到厅上去了 正是 神方得字 彭来间 卖绝传从 邵氏君 反魏采之 齐白鹤 石原度士 访豪门 且待下回分解 金平梅 第五十四回 英伯爵 隔花细金串 任医官 垂涨整平儿 优兔笑谈 感谢您的观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